一二三 一二三 在陆军第八十集团军谋旅 一场拔河比赛正在火热进行 官兵们拿出平时的训练成果 一较高下 下象棋打乒乓球 丰富多彩的活动 也增进了战友间的友谊 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官兵 自编自导了一场战地文艺晚会 为伟大老国庆生 这是我在部队过的第一个国庆节 同时也感受到了和家里不一样的节日氛围 祝福我们的伟大祖国 白龙上色国泰民安 在武警湖北总队 咸宁支队的营区里 战士周虎和战友们 以实作画描绘了历史上的重要时刻 用别样的方式为祖国庆生 画的是长津湖战役当中的冰凋连 我希望通过自己手中的画笔 和大家一起走进红色故事 感悟历史 过一个有意义的国庆节 在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的西藏阿里 很多孩子由于父母常年在外地打工 只能寄宿在校 阿里军分区某边防团的官兵们 特意邀请学生来到营区参观 陪孩子们过了一个有意义的国庆节 今天我和解放军叔师们一起过国庆节 我非常高兴 我会好好学习报效祖国 全面小竹 全面小尔 去 日本春元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